伊朗麻烦大了 美军航母编队贴脸警告 艾森豪威尔航母打击群不去地中海了 准备转到苏伊士运河前往波斯湾 这是美军自阿富汗撤军后再次重返该地区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策略将要发生改变 美国海军军舰红海基站击落数枚导弹与多架无人机 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导弹与无人机是也门胡塞武装划射的 很可能是想通过红海飞往以色列 然而最近美军中东司令部承认胡塞武装的目标并不是以色列 前不久火力军刚和各位说过 美军多艘航母为以色列撑腰 福特号第一时间就抵达地中海附近 同时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也从美国本土出发朝着以色列而来 火力军原以为美军会将双航母同时部署在地中海附近 以便能快速支援以色列 但在最近艾森豪威尔号突然转向 不再前往地中海与福特号会合 而是前往博斯湾地区 成为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后 部署在该地区的第一支航母打击群 显然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转向是有其他目的的 同时五角大楼还宣布将继续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与装备 美军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 当我们的航母前往某个地方时 就是故意向我们的对手与盟友发出极其强烈的信号 表明我们的支持程度 以及美军迅速应对世界任何地方突发事件能力 很明显美军之所以这么部署 就是在针对伊朗 根据美军的部署 目前福特号与其他在东地中海活跃的舰艇 由美国欧洲司令部管辖 而红海、亚丁湾、北阿拉伯海以及波斯湾的舰艇 则由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 以色列也处于其责任区内 目前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正在跨越大西洋 随行的还有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雷弗利号、美森号 与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菲律宾号 艾森豪威尔号将穿越地中海与苏伊士运河 加入总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 这是美国专门负责中东防务的海军力量 其总部巴林就在波斯湾附近 针对伊朗的意图非常明显 显然福特号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就是为了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威慑 防止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扩大 另外美军还向中东地区 增派部署了萨德等先进泛道系统 显然不是用来对付只有简易火箭弹的哈马斯 也不是针对装备少量飞猫腿导弹的里巴嫩真主党武装 而是威胁已经大量装备中原程弹道导弹的伊朗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加入第五舰队 更是贴脸对伊朗发出警告 在过去的几年内 美军一直加强中东地区的反导与探测手段 在伊拉克 叙利亚以及沙特等地 美军一直在增加爱国者与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 在2019年 美军曾一次性向中东增派四套爱国者 并将其分散部署在伊拉克与沙特两国的美军基地周边 在中东海域 美军常态化部署四到六艘阿里伯克基驱逐舰 随时探测红海 波斯湾等地动向 这些驱逐舰除了承担对地打击任务以外 还承担海上防空反导系统 这样一套陆海防空反导体系 其针对性相当明显 那就是在中东地区拥有雄厚导弹实力的伊拉 与此同时 美军第六舰队还发出消息 将会派出蓝顶级指挥舰惠特尼山号 前往东地中海执行相关军事任务 这是美军现役两艘指挥舰中的一艘 排水量达到19000吨 可以容纳1400余名士兵 惠特尼山号最大的特点 就是大量配备的计算机 通信设备 卫星天线以及雷达等 信息化程度非常高 用于指挥复杂海战和两栖作战 被称为美军的舰队中枢 尽管第六舰队并未说明 惠特尼山号前往地中海集结是为了执行什么任务 但作为一艘指挥舰 惠特尼山号可以充当多航母编队联合作战时的中心指挥舰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段时间美国海军的一艘阿利伯克级卡尼号驱逐舰 在红海海域经历了一场激战 正常战斗持续近10个小时 其间击落了4枚导弹以及19架无人机 美军表示这些导弹与无人机很可能是野门胡塞武装发射的 有可能是要通过红海飞往以色列 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并没有透露卡尼号驱逐舰的具体位置 但按照美军的说法 拦截的是飞向以色列的目标 那么卡尼号的位置应该是在西太半岛与沙特最西北部的亚卡巴湾 因为标准2防空导弹的拦截距离有限 只有200公里 卡尼号只能在亚卡巴湾 才能对其有效拦截 但火力军对于美军的说法却有了一些疑问 按道理说 野门距离以色列有2000多公里 从野门本土起飞无人机 或发射导弹袭袭击以色列都不太有可能 胡塞武装与沙特还是死敌 虽然传出想要和解 但派出武装部队进入沙特还是有些难的 另外 胡塞武装也没有什么海上力量 火力军确认 胡塞武装的装备还没有这个技术水平 那问题就来了 胡塞武装发射导弹与无人机 是想要袭击以色列的说法 似乎有点不成立 所以 火力军大胆猜测 胡塞武装的行动 就是奔着美军卡尼号驱逐舰去的 只有这个猜测 才能反映出美军舰在红海海域基站 仅10个小时 这已经不是胡塞武装 第一次对美军军舰发动袭击了 2000年10月12日 美军库勒号驱逐舰在野门港口 遭遇自杀式导弹袭击 当时有两名身份不明者 驾驶一艘载满炸弹的橡皮艇 袭击了库勒号 舰体左旋中部被炸开一个直径 6.7米的大洞 美军士兵甚至还出现了伤亡 而两名袭击者也在爆炸中丧生 2016年的时候 美军驱逐舰在野门沿岸海域 早遇到疑似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 火箭弹袭击 相较于之前的袭击 胡塞武装在这次袭击中 发射武器更多 4枚导弹再加上19架无人机 袭击的持续时间也更长 这也就能说明 为何美军会击战9个小时了 不过胡塞武装也犯了 添油战术的毛病 那就是低估了 美军驱逐舰的作战能力 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所装备的轴斯盾系统 可以一次性拦截 5个方向的来袭目标 完全可以抵挡住 胡塞武装的进攻 美军军舰一般会有3层防御圈 最先使用标准3防空导弹 对反舰导弹进行拦截 拦截距离达到100到150公里 第二层就是ESSM中程防空导弹 能够在50公里范围内进行拦截 最后就是拉姆金城防空系统 和密集阵防空炮拦截了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不是高超音速导弹 难以对美军驱逐舰造成大威胁 当然也有可以打破美军防御 那就是饱和攻击 这是所有防空系统 都难以应对的进攻 想象铁琼就知道了 但火力军觉得 湖赛武装还没有胆量 对美军进行饱和攻击 一旦如此 两支航母战斗群 就直奔野门而来了 显然美军驱逐舰出现在红海 对湖赛武装产生了巨大威胁 所以湖赛武装才会这样做的 而且在八亿冲突爆发的时候 湖赛武装也曾威胁美国 不要下场对付汉马斯 否则湖赛武装也会加入战场 湖赛武装所用到的武器 就是导弹和无人机 当然湖赛武装也有能直接打击 以色列的武器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防空能力 确实很厉害 发射标准系列导弹的垂发单元 就有96个 另外还有海麻雀 进程防空导弹 与密集阵系统 但在面对无人机饱和攻击时 还是会面临防空系统瘫痪的问题 毕竟驱逐舰上的防空导弹 数量有限 垂发系统也没法全部装填防空导弹 有些还需要装填 对陆巡航导弹 反舰导弹 以及反潜火箭弹等 而这些防空导弹 在消耗完毕之后 也不可能在海上进行装填 只能返回美军基地 当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遭遇无人机 火箭弹 以及导弹的饱和攻击之后 一旦将防空导弹全部消耗 那就变得非常危险了 尽管湖赛武装的军事技术 并不先进 但却能利用现有技术 提升武器性能与作战效率 再加上背后有伊朗的大力支持 使得湖赛武装 不仅拥有近海防御 还拥有反舰导弹部队 曾多次机舱 击沉阿拉伯联军的舰船 目前湖赛武装装备的 自杀式无人机 来源于伊朗见证者136无人机 但与俄军直接进口防止不同 湖赛武装对见证者136 进行了进一步升级 使其续航达到了惊人的2500公里 完全可以在绕路红海的同时 覆盖整个以色列境内 另外湖赛武装还从伊朗 获得了中程弹道导弹 射程超过2000公里 虽然不能覆盖以色列全境 但达到特拉维夫 倒也不是什么问题 而在巡航方面 考虑伊朗已经对外公布 阿布马赫迪反舰巡航导弹 作为伊朗铁杆盟友的 湖赛武装拿到几枚 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对于美军军舰 激战红海这件事 火力军认为 湖赛武装的真正目标 可能并不是以色列 而是威胁美军 就是为了帮助哈马斯 对抗以色列 从这次袭击中也能发现 在如今的战场 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 更有性价比 一架小型无人机的成本 可能只有几万美元 但一枚标准2防空导弹 成本可以达到600万美元 就算是海麻雀导弹 也需要几十万美元 但如果不用防空导弹 拦截无人机的话 这些无人机将对军舰造成威胁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也不知道美国这次会怎么回应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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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